花三千买了一块翡翠原石 挑战切出玻璃种 这个皮不老 里边肿不老 真的假的我不信 你不信的话我们把它切了 不讲故事不吹牛 直接开切 料子已经切好了 咱们先看一下 大鱼我这是不是切垮了呀 垮不垮 咱们先看一下吧 整个料子切开来 落种咱们都还没有剥到 一个豆种 为什么说叫豆种呢 就是翡翠的荆棘像豆子一般那么大 然后切开的和之前的预判是一样的 皮不够老 里边没有种 可是这还有花 这还有花 这点花 你说能做什么呢 抠珠子 可能一颗珠子供费就要几块钱 都怕浪费这个工钱 是不是都是十读九书呀 十读九书 这个是建立了原始品质的基础之上 刚好我这里也有一块石头 你看一下 却这石头还没有耳朵那么大 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认知的误区 石头不在于大小 而在于金不金 咱们看一下 这是一块大马坎的水石 打的的话它是有这种冰感和荧光感 这样的料子 咱们才能说玩冰出冰 而不是说你拿着这样一块料子随便说这种料子能搏玻璃能搏高冰 这个不是的 你得取决于它的基础的品质 你像这块料子 我本钱两千五卖给咱们的粉丝三千块 这种料子你也能说十读九乎吗 这种料子就是取决于你拿的性价比怎么样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样的料子可能本钱也就一两百 卖三千 我这样的料子也是卖三千 如果你是商家 你会选择卖什么样的料子呢